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吴奇隆要俯兵役再次解散 2010年三人重聚上《央视春晚》演唱了好几首曾经经典名曲 点燃了观众们的青春记忆 三人当中吴奇隆和苏友鹏都有了各自的发展 而陈志鹏却发展起起落落 令人唏嘘 吴奇隆不仅是歌手 演员 制片人 还是出品人 拍摄了不少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 而苏友鹏不断在演技上提升 如今跨界当导演算是很不错的成绩 以为陈志鹏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位 因为他长得很像巨星张国荣 但这可能是其优点 也是其缺点 虽然很像 但陈志鹏并没有爆发出酷似张国荣的魅力 当年和苏友鹏一起出演《还珠格格》 苏友鹏却凭借斯文亲切的形象走红 而他只是昏个脸书 8月27日 久违的小虎队陈志鹏 以《新歌MVili》的一头绿发造型现身亚洲新歌榜 陈志鹏以一头冲天绿发加透视装引发关注 亮点不仅仅在头发 还穿了一件透视的露背装 转过身来露出整个后背 陈志鹏这打扮比一些女明星还出位 背后几乎全裸 绿色冲天发型实在是辣眼睛 身材也不是很健硕 如此露背令人惊诧不已 毕竟不是小年轻 今年46岁的陈志鹏才如此放飞自我 可在某网友看来 陈志鹏一把年纪了还这样 别人都红了 怎么就他一个人没红 是人品问题吗 现在还要这样博眼球 其实陈志鹏长得帅 而且舞技精湛 是小虎队三个人里最有心 最有才华的一个人 对表演也充满了理想和热爱 而且一直很努力 虽然演艺生涯起起落落 但他是一个很知足的人 只是没想到陈志鹏的发展 却是三个人中最尴尬的 是运气不好 还是没有遇到比较合适的作品 或者一直活在张国荣的影子里呢 但无论如何 陈志鹏是个比较低调的艺人 不善于炒作 可能也是他人气不高的原因之一吧 没有救过 啊 好 没救过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